好了这是南投民间松柏林猴群出没的状况 居民大伤脑筋 常常一大早起来水龙头的水已经流了一整夜 谁开的就是他们山里来的猴子 猴子渴了会开水龙头喝水 你以为他会把它关起来吗 当然没有 水龙头之外还有白米撒了一地 猴子还把白米当成了猫杀来使用 居民实在是好心疼糟蹋了 树上看到他们端着一个红碗 这是过年的时候拜神明的地贵花贵 也被他们抢去吃了 之前民众喂食造成这边的猴群数量大增 冬季食物减少 猴群闯入了名宅觅食 谈发的四周随时可以看到猴子出没 一不小心水果摊的水果就被抢了 还有一大片的凤梨圆 凤梨也被猴子给采收了 附近的居民很头大 农业处能够提供幼哺龙 但是效果相当有限 好把时间交换给棚内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